太子是王上指定的继承人 理应拥戴爱护 可你们 却试图帮助公子兮作乱犯上 此举注定引发大秦动乱 为世人所不耻 难道你们都要反叛吗 收空了吗 拿下 仔细 拿下 谁敢动 都让开 否则 我立刻杀了他 退下 滚啊 君王大僧全国尽人 就算你挟持我也就想逃出去 是是 怎么知晓 没想到平时换养殷犬 但被捉了眼睛 早知如此 还犹如火管了你 我早知道你就是这样凉薄的女人 你们 赶快准备马匹两刀 我要即刻离开秦宫 她是父王被刺的唯一证人 绝不能放她走 放箭 谁敢拿王后的性命开玩笑 立刻动手 违抗太子命令 斩离军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难道一定要眼睁睁地放走这个死仇吗 杀了他 我 早知如此 这也 不知杀了那亲王 该 该一瓶把你杀了 你 当着是 是我 见过 最美 最破镜的 女人 老婆 你们都听到了 罪人亲口承认 他就是杀人凶手 公子 你还有什么话说 拖下去 普时时日 兄长 你善结刑狱 理应受罚 念父王刻然尝试 你心情大痛 我不予追究 但你若再执迷不悟 别怪我不念 兄弟之情 人都已经死了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只不过是 其差一招 岂不如人罢了 太子殿下 恭喜 走 白将军 今日辛苦了 先回去歇息吧 诺 跟我走 随我来 这混账东西 竟然把我半路丢下 你抓住他 一定要扒了他的皮 你怎么走来走去的呀 发生什么事了 连你都坐不住了 小春 你懂得查验尸体吗 今夜究竟发生了何事 你想知道吗 杀死父王的 真的是贪奴吗 除了他还能是谁 是谁 如今夜 比如说 你 真的是你 花扬 父王爱你如针如宝 你怎能忍心痛下杀手 既然你早已猜到了 为何不肯拆穿你 我若当众拆穿你 父王之死 便会永久蒙上肮脏的阴霾 身为人子 我怎忍心看他 沦为天下的笑柄 四处 你别忘了 你是我的儿子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如果我倒了 那群虎狼便会对你群起而公之 你就永远别想登上秦王之围 你以为你的威胁 便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惧吗 我想给父亲留下最后一点尊严 但并不意味着 我会纵容你的背叛 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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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口口声声说 秦王有如何地宠爱我 那你们可知道 这意味着 我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除了大清王位 王后还有什么得不到 又有什么好抱怨呢 王后这是干什么 子曹 看看你的父亲在我身上磕下了怎样的伤痕 秦王在位五十六年 我身上磕下了 国国耗死了盗太子 轮到你父亲 他每天都翘首以盼 盼着登上王位 这一登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当中的每一天 他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生怕做错了一件小事情 就得到新王的责备 丢了太子之位 而他满心的恐惧跟怨恨 都只能发泄在我身上 我身上 如若他不饮酒 他就会宠我上天 要是饮醉了 他就会变成世上 最恐怖的魔鬼 等他酒醒了 他又会变成那个 千衣百顺 爱妻如命的好丈夫 看那子楚 来看看你伟大夫妻的节奏 那你也不该杀了他 不是我 我只是保护自己 真正虚伪的是您的父亲 千王死的时候 他竟然在大殿上跳舞 还要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 逼我做那个恶人 他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一个孝子之名 要天下人称赞他 我呸 我 对不为 你不是天下 最能言善变的人吗 你说呀 你怎么不说话了 这么凉的天气 王后可别受了风寒啊 王后 王后 刚刚发生的事 我都听说了 于是我去请了医师 检查了秦王的尸身 你好大胆 谁准你 头上的伤口 并非致命的死因 医师认为 秦王是哀痛过度 久病缠身 一口痰堵住了喉咙 才会弃绝身亡 非为人所杀 非为人所杀 太子不信可以再验 救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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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去装小子 让你去孤明调育 死得好 死得太好了 你们两个正在这儿做什么 女人的事 就该女人来解决 父王的丧事 正在操办 还不快去 慢着 你们去哪儿 都给我站住 宁亲 您这样衣衫不整 闯了出去 坏得还不是自己的名声 何必这么苦苦相逼 究竟是谁苦苦逼谁 我们心的苦处向谁诉说 他们不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吗 那我就让天下人都知道 安国军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心里很清楚 杀死秦王的不是锐武 而是王后您的不忠 王后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赢得他们的怜悯和愧疚 毕竟王后 曾经给予了子楚莫大的帮助 利用这份恩情 换取了永远的沉默 短短的时间里 您能想出这样的法子 王后的确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那些男人争权夺位 野心勃勃 人们只会说他们有魄力 光阴无度 也会一笑了之 可是你看那宣太后 扶持幼子 攻灭义渠 临朝称制四十一年 最后 竟落个富人乱政的骂名 是 我是给自己找了个情人 我是活活气死了秦王 可是 跟那些杀雄篡围的野心家比 我差远了 若今夜秦王久醉辱您 您分歧反抗杀了他 我还得赞您一生有血气 可王后很清楚 今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后啊 从赵国到秦国 满眼都是流民 遍地都是恶嫖 您身处上尉 想的无非是个人喜乐 家族富贵 您为百姓做了什么 若您真和宣太后一样 安稳秦国证据 缔造不适功勋 那我要为您喝一声彩 但请恕我直言 就您这点格局 不配和宣太后相提并论 太子父 好了 王后 事已至此 各退一步 请您在最后时刻 负起一国之母的职责 好好送秦王最后一程 若您下回再胡闹 我便请人送您去闹市 让您好好哭个够 看看秦国百姓 会不会同情一个 殷勤杀夫的女人 您可别忘了 紫楚做不出的事 我可未必 儿媳告退 王后 王后 怎么 还没教训够吗 我不知道秦王怎么想 但那位秦宫乐师 或许是真心地爱慕着您 您和我说 我从未得到过她 哪怕一天 一个时辰 或许她早已洞悉了您的无情 却还是为您牺牲了性命 可惜了 在王后的心里 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 发泄怨气的王物 她充其他人 华阳王后暂时不会生事 先操摆丧事吧 辛苦了 我听说 今夜吕大人也在华阳宫 碰巧 碰巧 灵儿最近如何了 初来发小脾气 其他一切都好 我这个妹妹任性起来啊 无法无天 连我的劝告也不肯听 现在既然沐浴成舟 盼望你善待她 将军懂得替妹妹担忧 为何不替自己筹谋 我有什么好筹谋的 无非是领兵打仗 守住本分 当您秦王 学去武安军的爵位 强令遣除咸阳 家产田地一并没收 将军也因镇前势力备受排挤 如此屈辱 你就不想一雪前耻 若是你不想 又怎会听我的 刺言片语 便心夜兼程赶回咸阳 如何学耻 身为武将 当然是以战学耻 何来机会 秦国连丧两亡 一旦消息传到六国 你要的机会 就在眼前了 殿下 吕大人来了 拜见太子 前方有紧急军情 东周军派出特使 以大秦联丧两位王者 国内局势动荡为由 游说各国共同伐秦 何纵伐秦 我已下令全国封锁消息 怎会传得如此之快 当务至极 请您即刻继位 父王丧妻未过 若我在此时登上王位 只怕 孝 分为凡人之孝 与君王之孝 凡夫俗子 披麻代孝 勘守焚营 便可称得上是孝 异国君王 应该主持朝政 广爱民心 方能告慰秦国历代先祖之英领 秦国遭遇战事 理应由王上任命将领 共抗联军 所谓民不正言不顺 天底下哪有太子发动号令的先礼 若您想调兵遣将 先得立刻继位 请太子立刻继位 宫请太子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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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先得立刻继位 尝尽 安拜新闵 太子继位 宫请太子继位 国王万年无期 万年无期 万年无期 那紫楚背信弃义 可恶至极 姐姐 您可不能再纵容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紫楚颁下诏令 先是任命吕不韦为相 又遵奉生母下姬为太后 与姐姐一般地尊崇 妄恩负义 天不知耻 这帮混账东西 早就将先前大义的条件 全都抛出脑后了 瞧你那副担不起事的样子 还想着当秦国相邦 你哪一点比得上当年的仰侯 你别当我不知道 你跟那吕不韦眉来眼去 怕是早就勾得上了吧 难怪现在还帮他说话 恕子无礼 若不是我姐妹二人 你现在还在咸阳城外 当你的牛官呢 再敢放肆 我让你从哪儿来 回哪儿去 是小弟失礼了 还望张姐恕罪 弟弟知错了 我这也是非太后无凭啊 太后 姐姐呀 自处先前对咱们言听计从 没想到 那全都是骗局啊 先王刚一闭眼 他就翻脸不认人了 今日在朝堂上 他居然让夏吉与姐姐平起平坐 从今往后 这大秦的朝堂上 怕是再也没有迷逝的立足之地了 姐姐 您不能再坐视不离了 好一个已愿报得 被信弃义的子楚 我倒要看看 他的秦王之位 还能坐得了几十人 他没有 母亲 子楚 儿子 我的儿子 你们多下去吧 这八年来 每次儿子来拜见母亲 母亲拒不相见 儿子嫌以为 母亲再也不想见我 傻儿子 你是母亲唯一的指望 母亲岂能不等你 父亲 只不过花阳势大 为了你的前程 你既任她做了母亲 就不该亲近我 母亲 从今以后 寡人一定每日来拜见 侍奉母亲一样天宴 好 好 这是 这是先王的旧仪 母亲日日盼 夜夜等 没想到 领导终了 竟不得一切 母亲 太后 太后 皇上 太后 四孺 求求您发发慈悲 不要让我和成长分开 我求求您了 必见求您 必见求您了 四孺 必见求您了 四孺 快起来 四孺 快起来 你这又是为何啊 王上下招 要将后宫所有的美人 良人 一并遣送出宫 太后 四孺 不要 不要让我和成长分开 如果让我和成长分开的话 我宁愿一头撞死 皇上 我求求您 求求您 我求求您 四孺 为何要遣散宫中女眷 母亲 那些女子 多半是先王 华阳太后 甚至王兄所赠 寡人派人询问 方这二人早许婚嫁 三人备略而来 五人自愿出宫 寡人便赠予重金 再另行婚陪 来 那司罗呢 司罗为你 带下娇儿 也要一并遣散吗 母亲 您这就错怪儿子了 司罗是华阳太后 最亲近的唐侄女 莫收有成交 就算没有 儿子又怎会 欠她出宫的 这是原先居住的宫殿 年久失修 让你迁居新殿罢了 可是 可是那些人 不说清楚就开始搬东西 问他们 也不言语 区区小事 赶了惊扰太后 险见德行有失 回去闭门思过吧 是 碧妾有罪 请太后恕罪 下去吧 明日 带娇儿来宫中作陪 诺 你呀 儿子怎么了 迁居新殿 怕是离你越远越好吧 别以为母亲不知道 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还不是 为了讨好你那位新王后 母亲 千万不要误会浩兰 她与此事 毫无干系 就凭那些女子的出身来历 寡人也不会长久地留在身边 再说了 浩兰素来人孝 刚入秦宫便来拜见 母亲虽然未见 她也是日日前来殿外请安 何处不周到啊 便是那思罗 华阳未同我失和之前 她可曾出现过 如此趋利富士之人 母亲不必理会 好了 我又没怪她 你担心什么呀 不过 如今你是秦王 宠爱姬妾不可过甚 母亲可不希望 再出一个 嚣张跋扈的华阳太后 母亲 浩兰跟华阳 分明就是两样人 那是因为 她还没有尝到 权力的滋味 王后 太后身体不适不便见客 请回吧 那我明日再来 我明日再来 王后每天都来 太后都不见 她都不曾变一变脸上 王后 夏太后将那米粮人 却将凝聚之门外 实在是被蛛优萌心 大胆 谁准你肆意太后 奴婢只是想听临抱不平 太后愿意见谁 那是她的自由 你再敢胡言乱语 我绝不容你 莫 走吧 太后 手劲合适吗 你这双手 真是温柔灵巧 被你这么揉捏两下 所有的疲乏 酸痛 都烟消云散了 太后 王后回去了 太后 王后回去了 当归两株 单身三株 红花五株 这些盐包 熏热后 附在疼痛的关节上 可以止痛 去尸 不过 人家都把你拒之门外 你还日日去拜见 孝敬母亲是礼数 你处理完了公务 孝顺了婆母 看了正儿客业 接下来 要做什么去啊 秦王都已经派人来 请过两回了 从前 把你晾在赵国八年 轻易就想护回去 哪儿这么容易啊 昊蓝 我来了这么久 你都没有带我参观过秦国王宫 我想去嘛 好 我带你去 我明日就带你去 告诉那位王上 王后没空 让他再邀旁人去吧 诺 怎么样 王上 别等了 老奴刚去了雍门宫 王后陪殷医师赏花去了 明日呢 公么这也没空 殷医师白日陪王后赏花聊天 晚上同踏而眠 说是要禀烛夜谈呢 王上 您先用膳吧 白将军伤势如何 请宫中医师辗治过 至今欲毒为清 将军平日疼痛难忍 饱受折磨 便因医师避不见面 白将军有天大的胆量 也不敢私闯王后寝宫啊 这鱼羹不错 怎么这么凉啊 奴婢该死 请公子负数罪 请公子负数罪 下酒吧 来 眼看着紫楚当上了秦王 心情如何呀 眼看着自己最恨的女人 当上了王后 心情如何呀 子夕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可以帮你 你偏偏不要 处处管束着我 现在失败了 还不吸取教训 宣太后设政 祖父等了四十一年 祖父高寿 父亲等了十五年 你的耐心 未免也太差了些 若非道太子熬不住 你父亲 再等十五年也当不上秦王 天时地利人和 还得有命数 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呀 让我帮你 不行 为什么 你是女人 宣太后也是女人 时宜是义 女人都能当政四十年 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参与筹谋 夺取权位 大秦将士征战沙场 是为了身后的母亲 和妻子能够安享太平 女人天生就是弱者 需要男人的保护 冲锋陷阵 轮不上 谬论 好了 别胡闹了 公子 华阳太后邀您一叙 瞧 帮你的女人来了 老老实实的安胎 不许再任性 不然的话 就别出殿来 听你的才怪 你 殷医师 请无福 俯卧床上才觉舒适 你呀 一看就是昊兰教出来的 你不知道 从前在邯郸的时候 我与她共居一室 动不动就是 不能立在门中间 走路不能踩门槛 睡觉要侧卧 不能四仰八叉 还有 有回我为老者看诊 无一间打了个哈欠 足足被她念到半个时辰 我跟她那样亲近 她来我房内 都要垂着眼 生怕瞧见我的隐私 你家主子身上那些 世家女的毛病 永远改不掉 殷医师 礼不可费 她人呢 王后去看望太子了 稍后便回 殷医师可自行就擒 那你下去吧 诺 你放我下来 你放吧我 你放吧我 小春 小春呢 伐州大军很快便要启程 白仲却余度未轻 如何撑刑 只好亲自上门 央求殷医师随行治病 现在 现在 你放我下来 你放吧我 她连告别一声都来不及 我也是这么说的 我跟小春说啊 你跟浩兰道别再走 但她意志坚定 即刻便要上路 我拦都拦不住 随我来 王上公务繁忙 王后掌管王公大小事务 每日还要接见各地女史 无暇顾忌照料 您亲手做了蜜饭送来 王上一定十分欣喜 只要王上肯用一口 我便很高兴了 米粮人 您怎么来了 真不敢瞧 王上不在宫中 王上往日这个时辰 不都在殿内处理事务吗 这 老农哪敢过问王上行踪啊 要不请您改日再来 恭送米粮人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 见生 杏菜 参资杏菜 左右流之 窦窦淑女 污蔑求之 王后 您快看啊 桃枝 我知道 桃枝夭夭 浊浊齐华 狮子于归 宜齐世家 是福灵 这是何意呀 山有针 西有灵 云谁之思 西方美人 树花 游龙 竟然还有桥 这儿 是尔如乔 以我卧椒 王上一片秦山 可我两手空空 无胶可赠啊 好 你看 你看 在那边 真实 哇 好美啊 小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小小 这儿 太可怕了 后来 放尘快乐 再找这个吗 怎么在你这儿 这个簪子雕刻粗陋 我给你镶了好看的宝石和珍珠 如今是不是好看多了 谁准你善入书房 有谁让你擅作主张 我给你请的咸阳 最好的珠宝公匠 你不喜欢啊 那我让他恢复原状 走开 你为什么这么凶啊 我本就是好心 是 你是好心 好心到将一切都包办了 没有问过我到底想不想娶你 一厢情愿自受自化 你就活在自己的美梦里 你待我如此恶劣 就是因为我罔顾你的心情 私自请了赐婚 还是因为 你心里另有他人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今天是王后的生辰 你买了这个簪子 就是为了送给她的 是吧 不知道如何 知道 又如何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